歡迎來到三國茶館 我是說說人柳玉 好一陣子沒有做長篇的大主題了 今天我又來折磨自己了 各位觀眾 陸遜傳 大家可能聽過 三國誌除了軍王以外 只有兩個人有獨立長篇傳記 一個是諸葛亮 另一個就是陸遜 之前我細數過諸葛亮一生的戰績 到底是幾勝幾敗 另外也帶大家看過 曹操一生的真戰士 劉備破爛壯闊的真戰士 這次輪到陸遜了 你或許聽說過 陸遜一生根本沒吃過敗仗 是三國中真正的軍事天才 這究竟是真是假呢? 開頭做個篩藥 本集影片較長 除了統計戰士記錄 我還有兩個觀點想跟大家分享 第一點 陸遜有一個秘密身份 不是大嘟嘟哦 他有一面是很少被人看到的 這邊先賣個關子 看下去就知道 第二點 在正式講述前 我直接把陸遜一生的真戰奮鬥時 先下個總結 我會用八個字來形容 戰術通神 臣府至聖 為什麼這麼說 我們就從頭講起吧 陸遜自薄言 本名陸毅 他家是有名的江東大族 但陸遜自幼丧親 他是跟著祖父長大的 他曾跟隨祖父陸康到魯江 然而元素派孫策攻打陸康 雙方交戰兩年 陸家死傷慘重 宗族百人將近有一半喪命 陸遜則回到吳俊庇護 所以陸遜並不是什麼富貴的公子哥出身 既缺乏父母的溫暖 而且從小就見識到戰爭的殘酷 最奇妙也最特別的地方來了 陸家跟孫家 應該是死仇才對啊 孫策對他們家殺很大 結果長大的陸遜 竟然為孫權效力 原因後面再談 我們先看戰績 陸遜21歲那年正式進入孫權旗下 做過都尉、縣長等職務 曾經開糧倉救濟人民 是個關心民生的父母官 接下來陸遜攻打山賊大帥潘嶺 這個稱霸跪姬的首領 多年沒人打得贏 結果陸遜一戰打爆潘嶺 寫下第一勾 其實看記載可以推測 這應該不是陸遜的第一戰 可能早已有跟山越小規模的戰鬥 但難以計算 我們先記一剩再說吧 這時陸遜的部區已有2000多人 順帶一提 請別誤會所有無將或多數無將 都有自己的私病 陸遜一來是有家族背景 二來是有奏勤討賊 他才可以招募士兵 並且把歸祥的人也收為己用 總之還是得要孫權明確點頭 或是家業大盜讓孫權默許 才能仰步區 陸遜有了自己的部隊後 繼續討伐鴻賊優徒 打下第二勝 這邊有個小插曲 其實陸遜是跟賀琦一起出戰 兩人合力大破猶土 有趣的是 賀琦得到的好處遠遠比陸遜多 平定三線後既得到精兵8000人 又敗將軍 又封猴 當時陸遜根本沒有將軍名號喔 簡單說 孫權這時對陸遜沒有多重視 那賀琦是地方有權有勢的老大 阿全對他領域多了 陸遜接著又討伐丹羊賊費戰 別以為陸遜打的都是簡單的新手戰役 費戰仍多勢眾 陸遜這次開始展現了謀略 他在四下部署軍旗和戰鼓 看準時機在黑夜中擊鼓進攻 賊軍嚇壞了 以為四面八方都是敵軍 於是崩潰敗逃 陸遜以少打多 寫下第三勝 並且大大進步 重新整理戶口補充兵員 得到了數萬金兵 我個人的推測是 陸遜得到的士兵一部分編入國家 一部分就是自己收下來 雖然數字難以確定 但肯定有私藏吧 看看陸遜跟賀琦的行為模式就知道 他們幫忙討賊 為地方做好事沒錯 但也是為了自己發展壯大 這點很明顯 有沒有發現 我們正在一步步靠近陸遜的秘密 這並不是空口說白話 歷史文字也寫了 派手淳于是上表告狀 說陸遜徵徵招太多百姓 造成地方困擾 而面對這個指控 陸遜大大稱讚了對方 孫全問陸遜原因 陸遜回答 淳于是這麼說是為了養名 這是優秀官吏的風範啊 那孫全也稱讚回去說 你的胸襟氣度也是長者風範啊 在這邊暫停一下 來談陸遜的第一個秘密 我們都知道陸遜是文武全財 但如果問大家 他的骨子、血液裡 是武將還是讀書人 大家應該都會回答讀書人吧 我以前一定也會這樣看 但是我從看陸遜傳的大發現就是 他更接近將軍 請回憶一下 一直主動說要討賊 以戰養戰、培養軍團 遇到饑荒就開倉庫救百姓 名聲安定後就開演講招募民幣 我還以為是陸遜 原來是劉備啊 以上全部都是劉備做過的事耶 我以前還笑過劉備 有很明顯的五人思維 但陸遜的發展經營思路 不也是如此嗎 難怪陸遜可以大破劉備 他太懂劉備了 這是開玩笑啦 但陸遜一直想靠戰功出頭 這點是真的哦 為什麼家族背景這麼好 他卻要做這種吃力的事呢 這牽涉到第二個秘密 陸遜的身份 是個力量不足的家族 陸基是陸康的兒子 他才是陸家真正的家族 而且有個有趣的景象 如果說孫權本義想拉攏陸家的一個人 那個人絕對是陸基 孫權給陸基加偏將軍 又給他士兵兩千 但陸基置不再當官 又常常得罪孫權 孫權才把目光轉向陸遜 如果加點小說比法 我們可以想像 陸家門下 人人都對孫權愛理不理 也沒有人想扛起陸家那塊沉重的招牌 過去可怕的歷史 自然會讓人想遠離權力戰爭 但偏偏有個早會的少年 願意去帶兵打仗 願意成為家族守護陸家 而且陸遜一直有種想要證明自己的感覺 阿權以前沒注意他 但當他凝視陸遜的眼睛 會不會看到自己的影子呢? 他們都有上一代的陰影 他們都是新一代的家族啊 所以我認為 孫權跟陸遜某種層面上也是如魚得水 孫權可以幫陸遜站穩家族的位置 陸遜可以幫孫權出謀劃策 阿權啊 你想當人人嚮往的英雄吧 我懂啊 我跟你一樣啊 兩人一開始有點像是各取所需 然而 當孫權讓陸遜取孫策的女兒 我覺得已經不是策士或摸頭了 兩人已經真正交信了 希望陸遜的粉絲別生氣 這絕對不是說陸遜跪舔孫家 我講他想要出頭是從歷史中讀到的 想出人頭地並不是壞事 而孫權需要氏族的支持 他跟陸遜目標一致 先因為利益站在一起 然後發展出真正的信賴 其實這樣的關係同樣很感人啊 多年以後 陸遜早就當上將軍 孫權卻還特意讓他舉茂才 這個記載可信度不如三國志 但如果為真 又多了一個側面證據 乍看是多此一舉嘛 但就是幫陸遜洗紀錄啊 他最初完全是靠打仗打出軍功 這並不是正統世人的路啊 所以才要讓前輩旅犯屁用他 舉茂才 假如卻有此事 那應該就是孫權跟陸遜討論過的 讓他家屬的名位站得更正更穩 儘管三國志寫說 陸遜早就是家族了 陸遜身為陸康之子 名義上陸遜是他的堂職 但陸遜年紀比較大 所以當陸康死後 門戶反而由職子輩的陸遜執掌 那只看這一點 可能會覺得陸遜應該不需要證明什麼吧 可是請聽我講 你是家族 和你是大家幸福的家族 還是不一樣的啊 陸遜一開始為孫權效力 搞不好陸基還鄙視他耶 其他陸家人或許也不認同他耶 有沒有發覺 又跟阿權重疊了 這兩人也是命中注定吧 陸遜的心聲很可能是 你們不懂我的苦心啊 這條路最能保全家族 最能保全江東 同時我可以一展長才 這就是我選擇的道路啊 當然還是要說明 以上這一大段融合資料與我的想像 有些部分僅供參考啦 說完陸遜可能隱藏的秘密後 我們繼續來細數戰績 一晃數年 轉眼陸遜已經37歲 但我們目前只數了三勝而已 所以我說他早期真的是沒有被孫權重視 不過接下來發生的兩件事 都是重量級的大事 219年 呂蒙齊襲驚奏 這整個策略其實非常複雜 不是只有一句白衣渡將 東武使出多段計策 包含陸遜主動探望生病的呂蒙 兩人一同定計 包含陸遜寫信讓關羽放下戒心 這些之前都講過 歡迎回顧影片 總之這一勝陸遜當然有重大貢獻 這筆必須記下來 然後222年 怡靈之戰 這更是陸遜的代表作 好在我之前都已認真講述過 這邊就可以快轉跳過了 怡靈自然得再計一勝 那老觀眾們可能會發現 我計算陸遜的戰事沒有算得太細 沒有把每一次領兵交鋒都計一筆 原因是保護陸遜 像怡靈之戰 我說過陸遜最了不起的地方 在於他早就設定好一個決戰地點 讓劉備來到江面破碎之處 只能選擇連贏 並不是劉備太蠢 而是陸遜把這個計劃實行到極致 中間無論多麼不利 東吳將士多不信任他 他還是只會落地 最後終於上演火燒怡靈 所以我說在這樣的情況下 如果把初期的交鋒不利 即為陸遜敗仗 那實在太不合理了 我就用我自己心中的那把尺來看吧 這次看過陸遜的背景 再看怡靈之戰 應該更會感受到他有多麼不容易 首先他以前只打過一些山越賊軍 在中原曹操眼中 在征戰四方的劉備眼中 陸遜絕對是無名小組 事實上他確實沒打過這種大場面啊 當初跟呂蒙討荊州 也是以用計為主 看不出他帶兵有什麼本事 誰知道他就是這樣一個戰術天才 而且不只是打劉備 在東吳多位將領扯後腿的逆風局面下 陸遜根本就像是一人拿球 九人防守 他還是打贏了 當時東吳重將軍 有的是孫策舊將 有的是名門後代 孫策雖然臨時受命陸遜當大都督 但很多人都不聽他的話 陸遜竟然必須拿出劍 對這些人用力喊話 才喊得動他們 這招不知道是不是阿權教他的 而且陸遜這番演講很有意思 說到劉備天下之名 連曹操都忌憚 我們再不同心協力就完蛋了 何況我受命處上 各位若要違反軍令 那就以軍法處置 這些都很合理 都沒問題 只是那句 撲碎書聲 是在讓我很想吐槽 你哪是書聲啊 你是哥布林殺手吧 你以前專打山越賊軍的大帥 你超勇的好不好 這是不是又再次說明 陸遜心中很在意陸家士族的招牌 別叫我將軍 我是讀書人 那關於怡靈之戰的細節 這裡不再多談 我們談談戰後的事情 同樣在222年 曹批發動三路大軍發武 劉備寫了一封恐嚇信過去給陸遜 他說 衛軍已經在打你們江陵了 我也想再東征一次 你們怕不怕啊 陸遜霸氣回說 我好怕啊 好怕你救傷復發啊 選擇你這次損兵折降 假如你真的想要再來送死 下次就不會讓你逃回去了 看陸遜真的有夠嗆 以前我總覺得這段劉備完敗 打仗被慘電 嘴炮也被慘電 但再多想幾層 沒有哦 大哥沒有輸哦 各位有沒有發現一件事 陸遜嘴上說不怕 結果他一直很謹慎的守在怡里 明明就擔心害怕啊 要知道當時的狀況是 江陵非常非常危險 這是衛軍三路發武最猛的一路 正中有曹征、夏侯尚、張河、徐晃 而守城的朱然 勘戰的士兵只有5000人 陸遜有一百個理由應該帶兵去救江陵的 但他沒去 如果說劉備真的沒有威脅 那陸遜早就去支援了 事實上劉備的用兵能力在各國名將眼中 也都是一流的 即使是當下戰敗又生病的老劉備 陸遜仍不敢輕忽啊 再看看劉備那封信 有沒有看到另一個權謀 他故意寫這樣的信 讓陸遜無法離開怡里 但他不支援江陵 在孫全眼中會怎麼看 陸遜剛打下一場史詩級的大勝仗 又擁強兵在外不動 只要孫全對他有一絲疑心 陸遜就慘了 這可能就是劉備的算盤啊 我平常都說一些陰謀機率極低 這個謀略當然也只是想像 未必為真 但有這個可能性 劉備以前也稱讚過周瑜 刻意挑撥周瑜跟孫全 這次弄陸遜不是很相似嗎? 不過挑撥沒有成功 因為這時的孫全 我認為他是真的相信陸遜 很多人說劉備兵敗 可以追擊博帝城 那孫全問陸遜意見 陸遜覺得不妥 陸遜料定超P一定會大舉攻打江陵 現在需要防守 不是對劉備用兵的時候 結果跟他說的一模一樣 有趣的是陸遜料事如神歸料事如神 但他不救江陵就是不救江陵 還好朱然硬是守住了江陵 講到這裡也可以反推回去 陸遜是什麼時候娶孫策女兒的呢? 三國志寫的並不清楚 照筆法來說是比較早的事 但我推算的時間會晚一點 可能是怡陵戰前不久 甚至可能是怡陵戰後 陸遜立下不適其功 孫全也是此時才完全對他推薪置腹 所以促成正門婚事 因為如果早已成婚 朱將至少應該多盡陸遜幾分 但那些孫策舊將跟貴族名門 還是看不起陸遜 那就有點奇怪了 而且陸遜中間空白了好多年 這時才被啟用擔當重任 那他取孫策之女的時間點 可能就在這前後啊 孫全後來問陸遜 先前那些人竟敢不聽你的命令 你怎麼不直接告狀呢 陸遜對答說 這些將軍都是國家功臣 我跟他們鬧翻只會壞了大事 陳雖然奴頓 還是知道要跟大家共同成就大事啊 曾全大笑稱善 拜陸遜為輔國將軍 領金周牧 曾經這兩個少年都想做一番大事 如今他們真的做到了 那在齊齊金周後 在怡靈之戰前 還有幾筆記錄需要補充一下 其實就是平定金周的後續 在陸遜的指揮下 再天一勝 攻破戰艷 招降成鳳 雖然這些屬將在歷史中完全沒有名氣 但陸遜的行動還是很重要 他所做的就是斷絕關於後路 陸遜再破鄧府跟郭牧 然後紫龜的大族文布跟鄧凱聯合一兵 又被陸遜給打敗 文布甚至率重投降 於是關於包圍網徹底完成 四面八方道路都被阻斷了 陸遜這一戰斬殺的、招降的 多達數萬人 陸遜除了用兵 也教孫權用恩德來收服金周 他建議善待金周人士 更可以提拔他們當官 請看孫權的反應 不只是稱善 是靜納其言 所以孫權對陸遜的態度 看起來是慢慢改觀的 奪金周時先看出陸遜有能力 但還在觀察中 怡靈之戰可以說 逆轉了陸遜的人生 很難確定原本孫權對他的信任 是60%還是70%、80% 但這一戰過後 孫權絕對是200%感謝陸遜 信賴陸遜 在原本孫權的未來藍圖中 朱然可能是那個 接近出將入相的人才 朱然的一切條件都很優秀 更是孫權以前一起讀書的好朋友 不過從此以後 這個國家的第一人 基本上確定就是陸遜了 接下來 我們再來看陸遜45歲後 最後一段爭戰史 228年 魏國大司馬操修 率領十萬部技大舉進攻吳國 這就是有名的石廷之戰 其中東吳的州防血性乍翔 是這一戰的關鍵 不過陸遜的指揮同樣很重要 陸遜自己為中隽 朱環跟權從為左右翼 三陸並進大破操修 這一戰為做過完整的戰事地圖解析 這裡就不多談 同樣來談談關於戰後的部分 朱環認為應該趁勝追擊 可以進取受寸 歌有懷難 這番話看起來很有道理 雙武想要北伐總是被打爆 但這次大破衛軍 現在不就是最好的北伐時機嗎 然而陸遜跟孫權否決了這條計策 其實很難判斷 陸遜跟朱環誰才是對的 但我們可以思考分析 為什麼陸遜選擇謹慎面對 很常看到網路文章說 陸遜就是江東大族的思維 他們本來就無意向北擴張了 我不太同意這種超級簡化 什麼事都往大族身上貼標籤的觀點 就問一句很簡單的 如果鄉民們都看出這點 孫權會看不出來嗎 這時孫權還沒晚年發瘋 這是他最驚的時候 你陸遜如果是為了自身利益講話 那你真的不要命了 再說一次 孫權這時對陸遜是全心全意的信任 一陵戰後 孫權所有大事小事都問他 陸遜那邊甚至有孫權的印章 可以直接幫孫權修書信 這些不可能是演的 孫權如果不信他 這時直接編排一個不救江陵的罪名 搞他就好啦 陸遜也不會在後來的石亭之戰立功了 後來拜上大將軍 讓他教導輔佐太子 這些都看出兩人關係有多緊密 話說回來 陸遜或許無意北伐打上洛陽 但對江東大族來說 打上淮南哪有什麼不好 守江必守淮 歌友淮南對於站穩江東明明是加分的啊 雖然還沒講完所有分析 但好像可以先下結論了 三國有三位軍政權人的大軍師 諸葛亮、芝馬懿、陸遜 那三人之中誰最謹慎呢? 不是諸葛亮 絕對是陸遜啊 諸葛亮的用兵風格是正齊相符 他常有大膽的戰略思維 如建議奪金州、戰役州 如第一次北伐的豪賭 司馬懿的用兵思維是 閃電齊襲 一舉而定 該積極出手的時候 他下手總是快很準 能打快就打快 能齊襲就齊襲 遇到真的很難纏的對手 那再慢慢跟他拖 那陸遜的風格呢 我認為他是 事前規劃戰術的天才 但反過來說 他好像只打他有把握的仗 怡靈之戰跟石亭之戰 都是設好陷阱給對方才 可是說到要打追擊戰也戰 陸遜是不打的 有沒有發現 諸葛亮跟司馬懿明顯更勇敢 更愛賭博 這並不是說陸遜壞話 這就是陸遜長勝不敗的秘密啊 補完最後幾筆資料 二三四年 陸遜52歲 孫全北伐 並且命陸遜跟諸葛景攻打襄陽 可是孫全很雷的地方是 他打一打自己退兵 留下瑟瑟發抖的諸葛景 陸遜用技 讓諸葛景督水眷 陸遜自己走陸陸假裝攻城 魏國非常害怕陸遜 把將士召回守城 於是陸遜緩緩緩跟諸葛景一起退兵 這一戰不是勝仗 但在烈士下全身而退 而且陸遜從頭到尾都是氣定神仙 確實是名將風範 撤退後 陸遜還派兵反打魏國 操擾了多個縣市 帶回許多人口 並且照料魏國的百姓跟投降士族 結果邊境許多人都來投靠 陸遜直接拿出家產來養他們 這些懷柔之舉 又得到許多人心 最後一筆 有個周郎將周知想要在地方爭兵 陸遜認為不妥 恐怕動搖百姓 笑死 陸遜以前也常徵用百姓 你果然很懂喔 周知不聽 還是徵兆 結果發生迷變 陸遜派兵討伐 平息了這場叛亂 這大概就是明確記載的 最後一次戰事 總結陸遜的一勝 爭牙戰績11勝0敗 太扯了 只看帳面成績 可說是三國第一戰術家 即使嚴格看待 把最後兩場地方小規模的戰役刪掉 補上宜林之戰攻打劉備大營失敗的那一次 那也是9勝1敗 無論怎麼看 都是不可思議的成績啊 他從年輕打到老 打響陸家的招牌 打出了江東的未來 而且陸遜可不是喜戰機 像宜林跟石廷 都是會影響國家存亡的歷史大戰 多次在關鍵時刻都能帶隊獲勝 這就是名將的價值啊 陸遜在唐宋都被列入五廟 他的用兵戰術毋庸置疑啊 前面也說到 陸遜總是謀定而厚動 不打沒有把握的仗 其實這真的是兵法的奧義啊 為什麼他不追擊敗戰的劉備 不趁勝追擊操修 不是因為保守 第一 那不在計劃內 第二 那兩個時間點 都無都在連緬打仗 其實是國家負擔不起 所以這種看似 觸碰到孫權逆鄰的事 孫權都能接受 孫權當然也想要向北擴張 不是不想 而是不能 陸遜真的是 站在國家的立場上提議的啊 至於陸遜跟孫權 曾經如此親密 為何後來鬧翻 兩人的晚年 兩人的性格轉變 我保證還會再做一集來說明 這次就先講到這裡 我用早會的天才少年來形容陸遜 其實是故意的 因為他跟孫權 真的是宿命般的相遇 宿命般的悲劇 之後再來跟各位細說吧 看完這集 相信大家應該能夠理解 為什麼說陸遜 戰術通神 城府至聖 論事前布局的戰術 真的可說是三國第一人 但你可能也發現了 陸遜傳這麼長 卻幾乎沒看到陸遜談戰略觀 沒聽到他講過什麼內心話 所以我才說他城府聖啊 這形容並不帶貶義喔 我重翻陸遜傳好幾遍 他年輕時主動站出來當家族 從事孫權 沒有人知道他當時到底在想什麼 他真的是比諸葛亮還謹慎 比司馬懿還會長啊 但我認為陸遜後來對孫權的好 那是真心的 這兩件事並不衝突 他是個心思複雜又深沉的人 但也是對孫權有愛 對國家有愛的忠誠 這就是我眼中的陸遜 那關於陸遜從年少到老的心路歷程 我現在有些想法了 但還需要整理一下 之後可能會在直播時跟各位聊聊 最後也呼籲一下 這集影片真的做得很辛苦 喜歡的話請多多留言 多多分享 當然也別忘了訂閱頻道 有些新觀眾可能不知道 我在每周日晚上都會開直播 沒看過的話歡迎到時候加入 那麼我們就在下次的影片跟直播再會囉 掰掰